各种菇类蔬菜 融入奶汁香味的微素食景 加上去风含麻油炒饭 这就是洞福会理事长刘湘兰的创意 她是台湾洞宝界资深爱心妈妈 为了抢救流浪街头的猫狗 舍弃家庭事业财产 投入二三十年的宝贵青春 花费约两亿的经费 今天她要来跟我们分享 素食才是最大的护身行为 现代新宿派健康对咱来 今天我们这位特别来宾 可是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我在动物保育界的 老志工 我们的老伙伴 刘湘兰大姐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为什么说我们是动保育界的 人家老伙伴 对十几年快18年快20年了 然后从那个刘湘兰大姐 还没有成立这个动物福利环保协计会之前 在全园园的时候 对而且就是个人 个人 就我们现在统称的是 动物保育的个体户 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解释 那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到最后变成成了一个协会 然后再一起做这个动物保育到现在 一路走过来 哇 这个可以聊的事情很多了 今天为什么会请刘湘兰大姐来 因为她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好意思 爱真妈咪出书了 我出了这本书叫 爱真妈咪和动物baby 那么讲的虽然说是 我跟动物之间相处的故事 可是这个里面有宣导教育的一些功能 最重要的 我们把这本书所有的版税 统统捐出去 而为什么会交给刘湘兰大姐呢 那么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解释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没错 那你今天呢 就边做菜边跟我们聊天吧 好吧 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先来炖金咕咕 是的 先来炖金咕咕 好不好 好好玩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灰素石井 食材有香菇两朵 茶树菇三十克 红喜菇三十克 珊瑚菇三十克 黑木耳三十克 大白菜一百克 红萝卜三十克 红甜椒三十克 素火腿三十克 冬粉一把 调味料有鲜奶一百克 盐十克 好啦你看看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东西 你来切吧 我来切吧 我来做吧 你来做 因为我想你这么多年的交情你也知道 我呢是平常呢都是跟这个猫猫狗狗啊混到一块去 我们都一样 没有时间 先先给他们吃饱 对没有时间 自己随便吃 对没有时间去好好弄个吃的 所以呢我今天做的这个菜非常简单 我平常在家就是这么吃的 怎么说呢煮了一餐 吃不完没关系 下一餐呢一热就可以吃了 而且也会挑 也味道完全不会变 那因为我们吃素嘛 那所以呢我就用这个鲜奶呢 来做这个 做底 做汤底 对 好其实你这样 我看你今天这样准备 我对你也放心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常常会担心说 你只为了喂那些猫猫狗狗 然后自己就不重视营养 但是以今天你这样的状况来看 有它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什么营养也都够了 也不用担心我会不够营养 因为我就平常我就这样子当放吃 因为为什么 我不太爱吃饭 其实我相信各位观众 应该很难看得出来 我们刘香兰大姐曾经有一度 让我非常担心 因为她告诉我说 她去医院检查 她得了大肠癌 对 我的天哪 我差点要昏倒 可是你像你在生病那段时间 还真的就是说 自己靠运动 然后靠这个食疗 然后居然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现象 就是完全好了 完全就好了 对 我现在要先把这些料 好 来先给它爆香一下下 OK 来我帮你开这个火 开这个炉 好 一点点就好 因为我们现在要少油 少盐 对不对 所以吃出才能吃出健康 所以也不必等锅很热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起混下去 为什么 这油点不是完全爆炒的 我们这个就是真的 让它有点香 等一下让它有点点香味就够了 我想说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到说 这个人就是说很帅性 他什么事情就无所谓 无所谓 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身体不舒服 检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他也跟我说无所谓 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讲第一个 你的心态是很健康 第二个 就是说长期在做护身这一小工作 说到护身我告诉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护身第一个讲起来 你也晓得我花了什么心血 你应该很清楚 就是卖房子卖地 这我直接讲卖房子卖地 还没卖掉 是 那现在就因为这样 我现在已经空空如也 那所以人马来的时候空空 对不对 去也空空 去也空空 所以呢 我为什么大家都看到我好像 还要无所谓 可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到说 大家不知道刘大姐 在十八年前 就是在台湾率先推动一种 叫做帮流浪动物做绝育 之后在原地放养 对 这是从你这边开始推动的 没错 没错 那个时候我在西子那边 煮了一个叫做犬鱼园 对 就是完全的绝育中心 完全免费 那个时候也很感谢 这个台北市民 大家都能够响应这样子 我有参与 这一点我觉得好开心的一件事情 有日子瘦一试在那里弄 对 那个时候我耀武养胃 为什么 有口口 因为不是 他自己有钱 他那时候是有钱 自己卖房子那边 不过我们在讲说 我有参与就是 我现在开的这部车 就是那个时候了 十几年前 就是为了 为了配合刘大姐做这样子的一个 对 运输方便 我就买 买了车之后呢 就是他那边绝育的狗 绝育完了之后呢 我就负责帮你一个一个送回 一个爱心妈妈的那个社区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最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说 那时候半夜三更啊 我要去你那边载狗 然后再把这些狗 一一送回他们的社区 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狗会晕车喔 吐了个半死 又吐又拉 所以我必须常常在路边就停下车 来帮他们清理 清理完以后再一一送回去 可是十多年来 我们这样子做 可是很遗憾的 台湾的流浪动物的问题没有解决啊 是啊 为什么呢 还是那么多啊 那就是说 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士 大家 大家都知道爱护动物 尊重无生命 那么我要请问了 动物福利是什么啊 好 是不是动物福利叫做什么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说实在的 在那个时候啊 动物福利 没有人晓得 在二十年前 我们就已经在 光看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称就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懂得什么叫动物福利 能够了解这个动物福利的意义以后呢 不要把这个狗狗丢出来 生病了你有责任 那我问你哦 你家里的小孩生病了要不要看病 要 那看病要不要花钱 当然要 这是你的责任 它是你家中的一部分 记住哦 它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你呢 在它来讲是它生命的全部哦 有时候礼拜 礼拜天吧 那天我们在那边犯的时候 爱心领养 对 那人家就在讲啊 说它的狗死了 怎么怎么 它舍不得 其实它舍不得 我听了也舍不得啊 但问题就是 在舍不得的中间呢 我们是不是该祝福它 有没有回想回想 它活着的时候 我们如何对待它 有没有把它视同家人 有没有好好照顾它 这非常重要 是 所以说其实讲了 讲了这些就是说 你饲养了一只动物 我们应该叫做说同伴动物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在动宝法的 那个条例分类里面呢 把宠物去掉改成 因为宠物啊 就怕它不得宠 变废弃物 所以就变同伴动物 它陪伴着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应该用同领心 所以这一点我想 大概都不会有问题啊 其实我们 刚刚因为刘大姐讲那么多 那么因为现在还不错 有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都出来当了这个动物保护团体的志工 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做 其实走这条路 算起来是一个大制叶 好 这个已经已经好了 那那个菜也炖烂了 也烂了 也软了 该软了也软了 那我们就 我在家里是不太加 黏的 能不加就尽量不加 能不加就不能不要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已经是有鲜奶的味道 很浓在里面 那也是要在家里呢 要有个乳酪啊 就是那个 起司 起司这些 那会更好吃 我告诉你 这样子啊 这样子可以当饭 你看这粉丝下去 是不是饭也有了 菜也有了 还真的是简单啊 营养也有了 对不对 还真的是非常简单 你看 这样子就够了 那如果刚好 我在这本书里面的 第143页 也特别有一篇 写到放生动物 那也包括了 放生动物的历史嘛 对不对 对啊 放生其实在我个人来讲 放生其实是什么啊 当然也是爱护动物的 一个表现 但是就是说 它表现的一个情形呢 是比较偏颇了 怎么说 那好吧 海里的鱼抓上来 我就往河里丢 这我也是放生啊 我也没吃它 嗯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错误的 那不适合它的地方 你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少吃一点肉 少吃那么一口肉 而且呢 现在的人是不是吃了 又油又腻 然后呢 胆固醇又高 又是高血压 又是心脏病 何不吃素呢 吃素可以吃出健康啊 对啊 所以你看我七十几岁 大家说我用得像牛 黑皮哭哭 所以说呢 真的确实就是说 我们要理解真正放生的意义在哪里 那才能够做到绝对的放生嘛 对 好 那这道菜其实是好了 对不对 对啊 好 OK啦 OK 那我们呢 就再来做下一道菜好不好 好啊 好了 好了你现在在做这道菜感觉是很补的呢 这个就是说呢 做月子的人啊 吃了之以后呢 去风 那么将来呢 风寒少了 对 将来呢 身体上非常帮助很大 就是说不会腰痠背痛 但是你要吃得下去 很命的要吃下去 就把它敲一敲以后把它切碎对不对 切碎 其实 其实这个是做的时候 一定要吹得碎碎 非常碎 对 很碎很碎 你这样吃起来 你才不会觉得有姜的味道 还有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你说 狗不吃姜 对 狗不吃姜 我们那些老狗都不吃姜的 对 不吃姜对不对 对 我们那个老狗 千万不要弄那个这个 姜给它吃 不要弄这个姜给狗 我吃狗都气死了 对 那个 这个 而且这些东西他们不太吃的 对不对 这个味道狗不会吃 因为为什么 这个姜不能像我们弄得这么粗 要很细很细的 是细细的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要这样爆 好 爆香 可以 你们就给它抱抱 好 要抱到什么程度呢 抱到焦焦的 好 可以 我再用小伙伴来抱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等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请刘大姐 再跟我们分享 刚刚我们在讲的放生动物 我也经过好几个师傅 他们都叫我说去要放生 放生法会 所以去一个人缴两百块 才缴两百块 对 有时候缴一百五十块 不一定 到了现场以后就做法会了 那么法会完了 要放生的时候 一个人发一把剪刀 为什么 那个螃蟹要剪 剪什么 剪了绳子 那不是绳子绑子吗 他们每一只螃蟹 都是用绳子绑子的 对 所以要剪 那他们是为什么绑子 是在菜市场买的 菜市场卖的 还是什么海产店 什么买的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也知道我们女生 都怕它夹到 结果一剪 好了 这个熬断 那边戳起熬断 我的妈 然后那还是下去了 它断了也放下去了 当然下去了 还有那个蛤蟆有没有蛤蜊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这么捞起来就往下掉 倒 往海里面倒 倒的结果是什么 是去海边吗 海边 结果下面都是石头 起立卡拉起立卡拉 我不知道它能活不能活 你说 不晓得 整桶那个蛤蟆 没有整桶就是一人一盘 一人一盘 对 就往海里丢 对 结果底下是岩石 对 还有我的 是死了是活我 根本就不叫 还有更 脑震荡了 还有后来我终于知道 我不是讲吗 来的时候拿的是那个网吗 网子是干嘛 我终于看到了 是什么 这个网子是这样 干嘛 我们不是螃蟹都 那个脚都没了吗 可是它在 就是那个海里 我的妈 爬呀爬呀爬 希望求生嘛 可是那边的人 懂 两只 撈起来 这边三只 为什么 撈起来 带回家当晚餐 蛤 就是这个样 所以你说这样放生 那些人是当地的人吗 当地的人 所以它知道什么时候 会去放生 他了解了解 早就准备好了 还更荒唐的一件事 什么事 人家說哪個師傅怎麼怎麼 那我就去囉 好 哪個師傅很好 很明很大 他放生了 你差不多教了 那我們來把飯下去 好 我來放好你 我喜歡聽你講這個 那然後呢 我很崇拜他 是 那我就很高興地就坐在他前面 就想在 結果他不跟我講話 他電話拿起來 明天生魚20斤 那個茄子50斤 電話 媽耶 真是 我說你電那個嗎 他說明天要去哪裡放生 我說 我說你不要放生就不用抓了 你這個不是造業嗎 這真的是要像佛家說的 阿彌陀佛 怎麼這樣 所以你說一說到放生 我心裡很痛苦都很難過 我就想到那個 那個慘狀 那次以後 就再也不放生了 而且現在人家要說放生 我就反對 說不必了 不必放生了 你自己親眼看到了 這樣子一個狀況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炒到那個飯焦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是 所以 但是要忍著吃 把它吃下去 這個 忍著吃 坐月子的人要吃熱的 最好是不要加醬油 因為我今天是怕說 大家有點沒有味道 所以我加了一點點 還好我不用坐月子了 沒有坐月子 好像都沒有坐月子了 所以我加了一點點的醬油 其實最好可以不用加醬油 今天你難得來 對 那又有參加過放生法會的經驗 對,沒錯 所以來跟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對 那我們就是說 吃這個叫做麻油漿飯 對 然後再配這個 奶奶咕咕 對 好,那我們就來品嘗一下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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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紅蘿蔔切絲入鍋 冬粉用熱水燙軟之後切斷入鍋 最後紅甜椒切絲入鍋煮熟 再加入適量的鹽調味就可以了 去風含麻油炒飯 做法是取油鍋 倒入紅麻油爆香老薑末之後 再倒入白米飯 將白米飯拌炒至粒狀 然後再加入適量的醬油炒芸炒香就可以了 所以說像劉大姐呢 有經歷過這樣子的一個放生法 會讓你覺得很難過 難過 那可是還算是現在台灣不錯啦 有進步越來越少了 有進步了 少了很多了啦 我們也希望我們自己 大家的觀眾朋友也知道 真正放生的意義在哪裡 那我曾經為了 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我對於佛教放生這件事情 就有充滿了疑惑 我就寫信給很多位高僧大德 那他們又給了我回信 我有放在我這本書裡面的 放生動物篇 那這一本書就不能不看了 但是我稍微簡單的唸一點點 像金能長老 他在信中曾經有提到過一段 就是說放者要放缺人人 本據之貪嗔之執著我慢等习氣 生者呢生長善慧善行發菩提心 那麼星雲大師也引用了一句話叫做 佛教徒應該由消極的放生走向積極的護身 對 那還有這個 好多喔 還有小雲大師 還有千佛山的白雲老和尚 然後還有閻林山的廟連長老 他們都有針對放生的意義 然後有寫信給我 然後我又把他們都放在 放在裡面 放在這一篇裡面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所以大家記住喔 要想知道這些 就這本書 必須要看 其實艾德媽咪和那個動物Baby 這本書 其實我就是說想傳遞一些 分享一些 我從這些非常受到敬重的 老和尚身上所得到的一些智慧 這些智慧的傳承 還有呢要引起另外 有些還沒開智慧的人 能夠把智慧大開 搞不好這些人會走得比我們 更前端 其實我們大家一起學習了 一起來學習 那真正最簡單的放針法 是什麼呢 是素 對 素食 就是放下口中一塊肉 聖毒籤變大悲蟲 乾很難 好 那我們就是簡單 好 我們來簡簡單單的吃 這個飯呢 趁熱 我坐月子了 KK劉大姐 難道了嗎 沒有…很香,很好吃 感恩您今天來,感恩 可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